日本隊精神領袖 控球後衛田沃勇泰 是史上第一位闖進NBA殿堂的日本球員 已經34歲的他 身手不減 榮獲日本職業籃球聯盟NBO上季助攻王獎項 今年是他睽違五年再度批國家隊戰袍出賽 目前在瓊子杯四場 平均上場二十一分鐘半 角數五點八分 五點三籃板 二點八助攻的成績單 雖然不算太亮眼 但是更重要的是 田沃要將豐富的經驗和精神傳承給年輕後輩 瓊子杯今年各隊都來勢洶洶 日本還在尋求首勝 但是田沃勇泰認為 這正是磨練心智的大好機會 壓力越大越要打起精神 在場上做好每個細節 尤其對上人高馬大的隊伍 手下禁區更是全隊的事 越挫越勇 是田沃最看重的態度 這次瓊子杯全隊雖然得到震撼教育 還是要繼續抬頭挺胸 用拼勁贏得大家的尊敬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